全红蝉与对一威姐现身天坛东路 匆忙的身影在人群中一闪而过 仿佛只是他们平凡生活中的一个小片段 而那背后却是一个充满青春力量与奋斗艰辛的故事 人们总是惊讶于这位年仅17岁的跳水冠军 不仅在赛场上光芒四射 在生活中他的每一个举动也足以吸引众多目光 这场无声的亮相承载着他从贫困小镇到世界舞台的跌宕起伏 也折射出他依旧不改初心的可爱与真诚 全红蝉与对一威姐匆忙走过的脚步背后 究竟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努力与坚持 在北京天坛东路上最为耀眼的 莫过于全红蝉那身简约却充满活力的打扮 灰色的外套随风清白 蓝色的牛仔裤显得随意自然 背上的小乌龟背包更为他增添了一丝同趣 这个细节引人入胜 背着这种小巧的背包 本该是普通高中生的他 却已背负其整个国家的荣誉 在他旁边 对一威姐一身白色衣服搭配黑色棒球帽 显得低调而沉稳 作为全红蝉的健康守护者 威姐一直陪伴在他身边 无论是在比赛紧张时刻 还是训练中的每一个艰难时分 他们的配合早已超越了职业关系 更多像是家人般的默契 紧随其后的教练陈若林 身材纤细而坚韧 仿佛在每一次训练中 都历练出坚强的意志与体魄 他们三人同行的画面 像一道清新的风景 吸引着周围每一个好奇的目光 这是一个跨越了青春与成就 付出与回报的故事 陈若林不仅是全红蝉的教练 也是他坚实的后盾 他的训练方式严格而富有策略 帮助全红蝉一步步从默默无闻 走向世界冠军的巅峰 然而 陈若林的生活态度远不止于此 在社交媒体上 他时常分享自己独处时的照片 那些照片总是透着一种宁静的美感 一张阳光下的自拍 笑容中带着淡淡的释然 仿佛告诉大家 无论生活如何繁忙 总要为自己找到一片宁静的天地 他的坦然不仅体现在生活上 也体现在面对感情问题时的洒脱 很多人关心他的感情状态 而陈若林总是大方回应 表示希望未来能找到一个 能与他共同享受生活乐趣的伴侣 他的这一番话 透着自信与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这样的态度 恰好是现代年轻人 最向往的生活方式 独立 坚韧 同时又不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赛场之外的全红蝉 与跳台上的他截然不同 他不再是那个 顶着万众瞩目压力的跳水天才 而是一个在生活中 寻找快乐的普通女孩 在最近的一些社交平台互动中 全红蝉的生活瞬间被频频记录下来 他那一副平易近人的模样 让人不由的感慨 即便已经站在世界之巅 他依旧保留着那份未曾改变的率真与朴实 不久前 关于他用筷子夹牛排的图片 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 有人觉得这是新鲜有趣 直言蝉宝的真实感让人捧腹大笑 而也有人认为这是文化差异的体现 每个人似乎都想在全红蝉的一举一动中找到话题 而他却只是无意间流露出最真实的自己 他从未试图去迎合外界的期望 依旧保持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 正如他在跳水池中的那份自如与淡定 全红蝉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次互动 都是他内心世界的自然流露 而正是这种不加掩饰的真实 让粉丝们越来越爱他 近日 全红蝉与歌手王俊凯在环球影城游玩的照片 再次被媒体曝光 这次的活动 让大家看到了他在生活中的另一面 他不再是那个冷静专注的运动员 而是一个青春洋溢 活泼搞笑的小女生 当他与王俊凯一起泳传鬼屋时 满屏的搞笑画面让人忍俊不禁 这个画面 仿佛将他从赛场的紧张中解放出来 让大家重新看到了那个帅真可爱的蝉宝 10月15日 有网友放出了全红蝉在北京被偶遇的最新照片 这一次 大家注意到他剪了短发 整个人看上去仿佛回到了14岁时的模样 他的小圆脸变得更加明显 戴着帽子 穿着休闲的牛仔裤和卫衣 看起来像是回到了那个刚刚开始展露头角的小女孩 许多人惊呼 馋儿胖了 但更多的人则充满了关心与理解 对他来说 这段时间的调整 或许正是为即将到来的新一轮训练做准备 无论体重还是外形的变化 都只是他在职业生涯中的一段小插曲 无论外界如何议论 全红蝉的努力和天赋从未被质疑 他依旧是那个在赛场上拼尽全力的女孩 每一次比赛前的备战 都是他精心准备的结果 无论他的身体如何调整 他的跳水技术依旧稳如磐石 而教练陈若霖更是不会轻易放过他 严格的训练计划早已为他量身定制 在陈若霖的指导下 全红蝉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定且踏实 此外 全红蝉没教养 还是他们不懂人情冷暖 在前不久的一场国宴 竟然又把全红蝉送上了热搜 这次的焦点不是他的跳水天赋 也不是他的冠军奖杯 而是他在国宴上的一个简单举动 打包食物 支持他的人 当然会称赞他节俭勤俭 但一部分自称精英的人士 却坐不住了 急着对他的人品和教养下手 口口声声说他不得体 没教养 把目光聚焦到 其中一位最热心的批评者 左家北野 他不仅对全红蝉的打包行为 口诛笔伐 甚至连他的成长背景和个人行为 都成了他嘲讽的靶子 跳水机器 出丑 得体 这些词从他的笔下飞出 仿佛全红蝉的一举一动 都得先经过他的文明礼仪考核 而最荒唐的是 北野连全红蝉的名字都写错了 却自以为是的指责他的一切 这种自命不凡的优越感 难道不显得格外滑稽 全红蝉这位从农村一步步 跳进世界冠军宝座的17岁女孩 承载了无数人的期望与梦想 然而 他的成功似乎让一部分人感到不快 尤其是那些自诩为精英的人 他们把得体挂在嘴边 仿佛只有出身高贵 才能拥有判断他人行为是否得体的资格 可他们真的明白什么叫得体吗 还是说 打包圣犯这种节俭的行为 刺痛了某些人深藏的自卑与嫉妒 在全红蝉成名后 类似的指责从未停歇 奥运会赛后 一位记者就曾自以为幽默地问他 你知道拿捏用英语怎么说吗 全红蝉回答不知道 记者还假装好心提议要教教他 结果被全红蝉一句不想知道回绝 这位记者显然被全红蝉的直率打了脸 却还要暗讽他不爱学习 还有一位南方系的高级记者 评价全红蝉是疯疯癫癫 像个白痴 他口中的疯癫 不过是全红蝉不懂得如何得体的 应对那些自以为高高在上的人罢了 在这些精英眼里 全红蝉不懂英语 不懂得圆滑事故 简直就是没教养的象征 他们的矛头总是对准全红蝉 像是在剖析一个实验标本 找出他身上每一个不符合精英标准的地方 但真正的问题不在全红蝉 而在这些人对得体的定义 为什么全红蝉的出身 成了他行为举止是否得体的衡量标准 因为他来自农村 因为他没有接受所谓的精英教育 所以他的一切都注定会被看作低俗 我们不妨来看看全红蝉到底做错了什么 他参加国宴 没浪费食物 反而打包了回去 对于很多普通家庭来说 这样的行为是再正常不过的 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美德 然而在精英们眼里 这种行为成了不得体的象征 仿佛在他们的世界里 节俭是低级的 浪费才是高级的 可他们忘了吗 全红蝉的成功 正是他用无数次艰苦训练换来的 他出身农村 家庭并不富裕 正是这些经历 让他更加懂得珍惜每一粒食物 每一份付出 打包圣饭不是丢脸 而是他对生活的尊重 对食物的珍惜 而那些坐在高高在上的人 难道真的是被精致的晚餐蒙蔽了双眼 看不到普通人生活的辛苦和付出 北野和那些记者的指责 不过是披着文明外衣的傲慢 他们认为 只有像他们这样拥有文化背景的人 才有资格评判别人 只有他们的行为才算是得体的 而全红蝉这样 没有经过精英训练的普通人 理应接受他们的指教 甚至是羞辱 可惜 他们的优越感显得那么脆弱 只能靠打压一个17岁的女孩 来寻求存在感 其实 北野们的指责 并不单单是对全红蝉个人的批评 而是精英主义的一种投射 他们所代表的 是那些自以为高人一等的社会群体 他们试图通过批判 像全红蝉这样的底层人物 来强化自己作为精英的地位 而全红蝉的存在 恰恰打破了这种精英主义的幻觉 他从农村走出来 靠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世界冠军 打破了精英们设定的游戏规则 他的成功 不仅是个人的胜利 更是对那些看不起底层出身的 精英们的一技重拳 这些精英们不愿意承认 一个出身卑微的人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甚至超过了他们自己 因此 他们才会千方百计地挑刺 试图用所谓的教养和得体 来贬低全红蝉的成就 可这背后的极度与自卑 早已昭然若见 全红蝉无需按照他们的标准去生活 他的真实和接地气 才是真正让人感动的地方 相比之下那些靠贬低别人来提升自己的人 才是真正的不得体 精英主义者总是试图用他们的标准去评判别人 却忘了真正的教养并不是体现在所谓的外在礼仪上 而是对他人和生活的尊重 全红蝉用他的行为证明了 出身贫寒并不等于没有教养 相反 那些对他横加指责的精英 才真正暴露了他们内心的傲慢与狭隘 至于北野们 他们又凭什么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全妹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